我不喜欢玫瑰 我不喜欢玫瑰 我只喜欢苏时宇 大家好 我是好语知识节的苏时宇 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参加寨子的婚礼 真是太有仪式感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呢就是孔雀宴 这个宴席是歹族的传统宴席 所有孔雀宴的食材 都要大家一起准备 要蒸啊煮啊炸啊 它里面呢有炸猪蹄 春笋烤鸡烤鱼 丰盛极了 每一道菜都是大家 对新郎新娘最真挚的祝福 其实乡下的婚礼啊 是我参加过 最温暖 最有人情味 最有烟火气的 当然啦 不只是婚宴 还有这里的生活 这里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让人想留下来 不想离开 小心 谢谢 好了 你看看 这么拍摄技术不错嘛 你说想留下来 是认真的吗 对啊 我留下来你不乐意啊 可以 来 娜娜 戴上试试啊 好像有点大了 我让祖奶奶给改一改呀 都行 我不是穿婚纱吗 这花环用不着吧 这也不搭呀 这孩子 你妈可发话了啊 什么都可以不要 唯独这个花环必须戴 这可是咱们村 婚姻最长久的祖奶奶 亲手给编的 人家父亲爱了六十多年 也能保你幸福美满呀 行行行 我要手你们定吧啊 好 那我去改一改了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按我慢 可算来个能说两句话的了 准备得怎么样了 小波 我都快憋死了 其实婚礼啊 我参加过很多种行事 中室的 西室的 在酒店的 在沙滩的 各式各样的 其实就是走了过场而已 可不是吗 我上个月刚在城里 办了一场 其实啊就是为了 把分子钱收回来 我跟你说 有时候我着急 随完分子钱就走了 所以婚礼这事吧 就挺可笑的 但其实我觉得 小金村的人不一样 你看大家 从早就开始忙活 一直要忙活到大半夜 挺辛苦的 但大家呢 都乐乐呵呵地 为了这个仪式 我觉得呢 这些都是他们 对你的祝福 他们是真心希望 你可以幸福 如果有一天 你的人生遇到了什么难处 想到自己被真心地爱护过 就会多一份勇气 我就是有感而发 这毕竟是你的婚礼嘛 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谢谢你啊 金大姐 我有个事想麻烦你 我猜是花环的事吧 既然你都猜到了 那我就不绕丸子了 你直接把它送给我吧 这 这个嘛 确实还有一个人 也跟我要花环了 为了公平 咱还是得按老规矩来 谁啊 那我不能告诉你 他动作倒是挺快呀 你会不会编啊 不会编去旁边休息一下 你看我编的 多好看啊 你那是谁呀 我这是花环 你那是花椒 我这叫融入当地特色 你懂不懂啊 你喜欢红玫瑰 还是白玫瑰啊 我不喜欢玫瑰 我只喜欢苏世宇 她的评论 我说这首席 还会不会是分子 那她也是 那对 这首席 我公平时